再看到蘇丹宏 高雄精湛國際貿易公司 進口中國的辣椒粉 被檢測出有蘇丹宏 流入南投縣食品公司金福華 難道衛生局貨報道場封存 辣椒粉原料 但是大部分已經製作成了沙茶醬 五十五項成品 而這間公司還被稱為料理界的央廚 大多出貨給了中盤 在樓上小吃店以及餐廳 現在通知了下游的業者進行退貨 業者出估損失至少五千萬元 金福華食品廠生產的沙茶醬 被雜貨店老闆放到後排 因為一早有民眾跑來跟老闆說 辣椒粉原料受到蘇丹宏污染 客人只是跟我們講 這一排有中了 他如果公司說可以回收 然後退我們就跟他回收 目前所影響到的我們的產品 是補保系列 然後17公斤跟3公斤的東西 廖俊所代言的產品的 那個福華沙茶醬也是OK的 是沒有受到污染的 業者出面澄清受到污染的是這款 近三公斤裝的福寶牌沙茶醬 以及17公斤裝的 強調廖俊代言的福華牌 沒有受到污染 這個就是福寶的 要消掉的 對 還沒出貨的沙茶醬 全堆放在倉庫封存 南投衛生局調查 高雄金站貿易公司 賣的蘇丹紅辣椒粉流向南投 被稱為料理界央廚的金福華食品 到廠茶貨13.22公斤 其他的近9000公斤 全部製成沙茶醬等55項產品 流向139家小吃店跟餐廳 以及小型火鍋店 通通要回收 事件爆發廠商退貨電話也接到手栓 南投衛生局要求廠商每天回報下架回收量 業者後續將向原料供應商求償 記者會照語南投報道